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年参加会试则高中晋试 但他却没有从此出世为观 而是终身以晋试之名一生在家修行 彭少生居士最初并没有信奉佛法 而是喜好世间的典籍文章 且心存历人济世的志向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自己醒悟并说道 我还没有明了我自己的心性 这该如何是好呢 有人告诉他道家修行的方法 他修习了三年却没有效果 后来他读了佛经才豁然感慨地说 道的根本原来在这里呀 于是转而开始信佛学佛 彭少生居士非常亲木梁西的高中县和庐山的刘怡民二位先贤的为人 因为两位大德过去修学的地方都有东林二字 所以彭少生居士给自己取了一个号 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二林 彭少生居士秉姓孝成 在为母亲扶桑期间 曾守在母亲坟墓旁边住了三年 父亲去世后 他为父亲建立了念佛道场 又发愿以他平日所诵 《华严经》十部 《阿弥陀经》一千部 《金刚经》一千部 佛号一千万生 带父亲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后来 他放弃了之前所学的全部世间学问 一心一意专注于佛法的修学 他非常喜欢李通玄长者和永明大师的著作 由其推崇连池大师和憨山大师为净土宗的先导 彭少生居士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断绝了肉食 三十四岁时 他在文学禅师会下受在家菩萨戒 从此以后便不再亲近妇人 并以知归子自称 他曾经说 自己是志在西方极乐净土 而行在泛网菩萨戒 并自己写下一篇试文 若我既清 既受戒意 还腹破戒 增长恶法 毁坏善根 为愿护法诸天 塑形诸籍 为世见戒 若我既清 克力身心 护持戒品 尽此行受 必生安雅 十方三宝 为我证明 必我素得念佛三昧 灵命忠实 远离尘垢 亲见弥陀 托然西脉 更无遮障 见者闻者 如我发心 生极乐国 或无生人 回入娑婆 普度有情 聚成正觉 之后 他便在 闻心阁碧关 修 一行三昧 并且 将所居住的地方 命名为 一行居 在碧关 在碧关期间 彭少生居室 做碧关 师 十首 第一首 福德门头 世熟针 脚边 狼藉 几多春 而今 回向 无声国 蝶梦 看中 磕睡 瓶 第二首 我佛真身 便时虚 沉沉寂灭 更无余 修将之见 众分别 一念回光 时得取 第三首 轮珠一串 无头尾 念念明时 历历圆 六字打开 无尽葬 烟来放去 只如然 第四首 远居深处 巧如山 常日和人 更叩关 暴雨诸公 勤护兮 修从门外 苦追攀 第五首 遥风山下 云深处 闻说幽人 侧短离 多是东风 青露蟹 今生幼肚 小楼兮 第六首 一只梅恶破寒林 得意春风 知上琴 声色堆中 羞错过 焚香为耳 念观音 第七首 举手低头 放下看 连池不隔 一毫端 嘉陵音里 分明说 长寂光中 修自满 第八首 闲话归中 破季寥 人传此夕 是元宵 法华客霸 无于事 龙井心茶 是一条 第九首 重向泥山 仿旧盟 坑然点色 晃无声 莲花脚下 如轮大 以水冲锋 掉避袭 第十首 第十首 香山老子 最清真 每道歧途 一问今 莫唱华园 消息断 西边 依旧 十分春 后来 彭少生居士 又请来画师 完全 依据 净土三经 所描述的 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 绘画出了 极乐世界图 随后 又经过四次更改 历经半年才完成 并自提祭送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我读华言记 信入净土门 由诸佛敬愿 成就妙庄严 敬愿如虚空 不具种种相 无边功德水 永现宝莲花 一花一众生 具有如来藏 保持极宝树 围绕宝兰笋 重重庙楼台 充满虚空界 或遇香水流 或享上庙位 或夫作经行 或诵经听法 或一格成花 供养十方佛 或上善同会 必入菩提场 众鸟共天乐 唱发格雅音 从闻入思修 一念总超越 旷乃无量寿 旷乃无量寿 安坐宝花台 此云复人天 诸根 诸根谱 文法得解脱 直至赐补处 如思利益事 思意何可穷 亦如笔 亦如笔画师 一心所转变 不离毫端量 现此宝王居 非我复飞游 非我复飞渠 一极便一切 画语能画人 毕竟了无有 愿见者文者 如我所发心 凭姿一念功 自制不退转 何论万亿成 当处息聚足 彭少生又悲悯 末法时期的众生 因为缺乏正知正见 而导致各种学说之间的 相互排斥 于是著作了 《依圣诀一论》 以化解儒家和佛家的隔阂 又著作 《华言念佛三魅论》 以消逝禅宗和净土宗的正论 著作 《净土三经心论》 来抒发之前 《净土宗未尽》的意志 他的《居士传》 《善女人传》 《净土圣贤路》 能随机接引大众 在世间广为传颂 彭少生居士 曾经募集黄金万两存放钱庄 通过权衡这些黄金产生的利息和支出 来创建寺院 印刷典籍和斋僧共众 他开设禁曲堂 来周济穷苦 设置润族田 来赡养贫困族人 创建蓄离会来救济寡妇 创立放生会来救护动物 以上这些种种善行都各有发愿门 但统统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彭少生居士 在苏州杭州一带的僧芳 隐居修行了十多年 每天必有定客 他还为自己预先定好了 临终丧葬的事宜 到了乾隆六十年秋天 彭少生居士换腹泻 但仍住在文心阁精进念佛 阿密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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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冬以后 他的精神渐渐的衰退 他就将所有善会的资财 一一清楚交代给他的侄子祝华 并叮嘱他 今后永远不可废除这些善举 当时有位僧人叫真卿 问他是否有曾见过锐相感应 彭居士说 有什么锐相感应 我的大事会在明年正月官府开始办公的那一天 结果到了嘉庆元年 也就是公元1796年的正月二十日清晨 彭少生居士换腹泻 彭少生居士做了一首《慈士寄送》 出墨岩府尘点身 流离所尾静何音 而今墨值西方去 瞥眼收回万劫春 随后他面向西方正身盘腿而坐 持念佛号 安详地往生了 那一天的时间 正是年初官府开始办公的日子 享年五十七岁